那個槌櫻花報給大家 你去撿 包含立委嚴清彪 以及西委社區發展協會成員 大家拿著鏟子 一同種下支槌櫻 不僅用行動愛地球 也借此慶祝社區新就任 理事長交接 我們客戶寮社區發展協會 可以說非常感謝 我們頂當時頂 我們的應援頂位 對著我們的客戶寮 社區發展協會的爭頭 可以說這樣 他怕你還館兩百種的應援 這如果大起來的時候 差不多兩年來就很漂亮 這轉性差不多每一個年來 蒸頭部的我們拿出來 這就是我們拿出來的特色 響應愛地球立委嚴清彪 特別獻出第一次參與種櫻花 而這一次種下的櫻花約有兩百多顆 都是由未在社區內的 花卉園藝業者提供 業者利用多年種苗栽培技術 培育出新品種的支槌櫻 並免費提供給社區 希望為打造社區意象 盡一份心理 我們這個政客要把我們這個 地方的特色 要怎麼來幫他帶動起來 我說好啊 沒關係 你如果要讓我贊助 兩百多元的應援 讓我們地方可以說 職員要一人一宿 要這樣掌櫻 職員會對我們社區 也是一種很好的活動 跟修宣人聯合來提供 這個政事要的活動 把我們的地球做出來環保 趁熱心就任理事長交接的機會 錫尾社區舉辦種樹活動 也期盼這些新品種的櫻花 在眾人的照料之下 能夠順利開花 讓錫尾成為櫻花的故鄉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